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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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時候拍是滿修理的 但是也有聽到一些人 是有拍兩次或三次 所以其實拍攝這個過程 是滿辛苦的 然後我們都要私底下 用自己的休假時間 跟學姐相約 所以學姐等於要一次 跟很多不同的人約時間 所以學姐真的是滿辛苦的 像這個要耗費多久 就是通常拍一次 你是說一個人還是說 應該也要半年以上 因為等於就是我們一次學 大概都會找十二個人 就是一個月一個人 然後十二個人的話 就會有十二個時間 那如果有天氣的狀況 或是什麼狀況的話 可能又會一個人拍到兩次 那還有學姐要做一些後製的動作 跟聯絡一些這些出版場 所以這個時間真的不短 雖然說他們在十月的時候 緊急的要來復勘 不過因為這一次的疫情關係 沒有辦法拍照 所以他們就把以前拍過的照片 精選成了一個精選集 那我們請Joey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Joey 然後我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年的年曆 然後因為這不是今年拍的 只有2018年拍的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不方便拍攝 所以學姐就用了我們之前的照片 來做公益這樣 就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謝謝 那那時候在拍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心得 很累 因為但學姐一定更累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是凌晨四點就起來準備 然後我們六點就準時拍攝這樣 然後拍到大概早上九點 然後那時候是夏天 我印象很深刻 所以非常的熱這樣 對啊 那有沒有覺得 就是穿這個泳裝罩 其實有一點點害羞 因為比起 在康姐的這個服裝來講 有一點 但因為那時候學姐有說 是比基尼的照片 所以她有先詢問大家的同意 但那個時候我就有說 沒關係我願意 因為如果是做公益的話 我會願意這樣 幾乎每一次約好 好不容易約好 結果出去拍的時候 天氣就不好 就變成說我還要再約一次 那同班同組的人 如果一個空姐 可能還比較好喬 可是如果要是 有搭配其他的團體拍照 或是很多空姐來 那種困難度又就是 又加又加倍 所以我曾經就是 因為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是不是就是不要再繼續了 這樣子 其實本家庭開的時候 老實講 我的心情其實還蠻好的 就是鬆一口氣 你知道嗎 因為我就是一直覺得說 好 疫情 疫情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 對我來講我覺得就是一個 藉口 我覺得這個就可以讓我說 今年就是不要再這麼辛苦 再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鬆一口氣 可是 真的是太多人 對你的一些鼓勵 還有這本年曆 也承載了很多人的期待 朋友他 他曾經 他因為講了這句話之後 我才開始覺得 好吧 那就 十月的時候緊急再出 因為他說你 這一件事情你做了十年 你做了十年 只要有一些人記得 你就要感到很感動 他在疫情的方面 我們是完全都沒有拍照 都沒有拍照 所以 在出刊的時候 是還好就是在這十年來 我們其實有很多的花絮照片 是可以用的 所以就是 也很多人期待說 我們可以把它集結成冊 所以今天就是用一種 另外一個型態 我們將沒有用過的一些花絮照片 都收錄在這一本的能力裡 那因為時間比較緊迫 然後 所以我們只收錄了 就是比基尼的部分 讓這一本 讓這一本 他的生活手紮 他更有一致性 之前我們的捐款對象 就是在 就是以兒福基金會為主 然後是幫助了很多他 本代家的孩子 那這幾年呢 我們就希望說我們的捐款 可以讓更多的團體可以 算是幫助到 所以我們又捐助了 我們的門路 花年門路醫院的 天鄉找療的 天鄉兒童的找療 其實我們的飛行非常少 非常少 非常少之外 但是我們必須要承受就是 常常你必須要隔離啦 自主管理 壓力又比疫情更大 對 我沒有想到說 其實我們本來 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的班比較少 不用跟之前的那種悲險 這樣子 在身體上的勞 勞累 或者是時差的調整的勞累 關在家裡 可能很多事情都沒有辦法 所以這種壓力其實 今年這樣子 這兩年經歷下來 才知道說 原來這種才是最可怕的 沒有自由 對 才是最可怕 原本我以為 學姐應該今年 不會再出玩月裡 因為實戰難度有點高 直到我在那時候 十月初收到了學姐打電話給我 我看到她跟我講了一段話 讓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她就跟我說 她原本也是想要放棄的 但是她覺得說 放棄就是只是一瞬之間 但是堅持卻要花十年之久 沒有錯 我們愛心願力已經辦了十年 這十年來真的幫助了很多很多無助的小孩子 然後我很想要跟學姐說 謝謝你 然後也謝謝你這十年來的努力 美女也不在 我還好不容易畫這個 對 真的沒有你這十年來 沒有這樣 這麼有依膩的愛心 日益活動 所以我真的真的想跟大家說 沒有假裝 而且真的沒有這樣自身這個活動 二零二 高姐爱新年龄做公益